这个宅男追了偶像整整十年 可今天照例打开对方动态的他却震惊了 因为隐约中他发现偶像文字里似乎有手藏头饰 斜着的文字拼起来正巧是阿智我爱你 可他明明对外宣称自己是单身了 想着自己对偶像默默地付出 不甘心的阿阳当即打开了那个男演员的网站 怎奈这一查还真就让他发现了问题 因为他发现这边阿智刚买了花 隔天那束花就会准时地出现在偶像家里 再比如这边发了只星星 偶像那边就会说自己去了动物园打他 也就在阿阳越来越怀疑的时候 一组手链却将他推向了深渊 这场面不就是欺骗粉丝的地下恋情吗 觉得自己上当的阿阳立马脱粉 然而这并不能消他的心头之恨 就这样把自己所有的发现发上了网络 没过多久偶像的地下恋情就登上了热搜 一时间所有的粉丝也纷纷弃坑 而揭露这一切的阿阳却还没有发现 他的后台其实已经收到了偶像的私信 原来偶像的经纪公司正在起诉阿阳诽谤 上面写着的赔偿金额更是高达一千万日元 也就在他不知该上哪弄这些赔偿金时 身后的房门却突然响了起来 听到这话的阿阳彻底慌了 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警察会这么快上门 可看着对方满脸和善 此刻的阿阳又有些疑惑 而男警官也并不避讳 上来就说他们想请阿阳协助调查一桩案件 原来警方通过刚才的事看中了他网络侦查的能力 如果阿阳答应 那么他们就会帮阿阳解决明星起诉纠纷 于是为了不赔偿刚才那一千万 阿阳只能无奈地接下这次任务 据了解是前不久有个叫小美的女团成员失踪了 警方只知道当时她照例在台上表演 怎耐随着转场的灯光熄灭 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她却突然凭空消失 接下任务的阿阳就这样反复观看小美消失的录像 很快一个奇怪的地方就引起了阿阳的注意 因为她观察到小美失踪前似乎在惊恐地看着什么 而顺着她的角度看去 一个脖子上有纹身的男人正站在那里 并且在灯光亮起小美失踪后 那个男人也紧接着离开了监控 觉得纹身男可能与小美失踪有关 于是阿阳再次寻找起演唱会周围的道路监控 而等到好不容易看到小美的身影后 一辆突然冲进画面的面包车也掳走了她 她是被纹身男绑架了吗 查到这的阿阳立马联系白天的两人 而通过阿阳查到的线索 他们也的确找到了那辆黑色面包车 顺着道路排查 他们发现那辆车接走小美后 静止地开向了一座工厂 然而等到男警顺着线索来到工厂调查 却发现这里似乎早已荒废许久 就这样挨个房间进行排查 也就在他们觉得小美可能已经被转移走的时候 拿着手电的男警却突然发现了什么 等到助手顺着手电望去 这才看到了小美的尸体 说好的失踪案竟然演变成了杀人案 看到这一幕的阿阳再次怕了 害怕自己出事的她当即想要退出 但看到阿阳能力的警方却不同意 于是为了让她踏实干活 知道对方还单身的他们找到了警局的新人小田 听见吗 原来这个女孩是警队的实习生 最崇拜的就是专业能力出色的男生 而自从阿阳从偶像那里弃坑 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如此令她心动的女孩 自我介绍的时候阿阳患上了口诗 相比于查案的风险 此刻的她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另一种答案 于是为了让小田长长见识 警方便让两人组队查案 而为了能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阿阳也当即火力全开 案件很快就有了新的线索 因为她发现失踪的小美手上似乎有两颗痣 而另一个因找干跌而退圈的明星有张合影 虽然旁边的人脸被挡住 可通过那两颗痣 阿阳跟小田发现这人正是失踪前的小美 而这张合影是出自一场聚会 并且打那之后 原本生活拮据的小美就背上了限量款的包 而等阿阳跟小田点开聚会的视频 也就在他们疑惑着到底是一场怎样的聚会时 却突然注意到角落里有两个熟悉的身影 很容易辨认其中一个就是失踪的小美 而等那个男人转过身后 电脑前的两人彻底懵了 因为视频中的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邀请他们办案的男警 看着两人曾经有过不愉快 于是阿阳当即把消息告诉了女警 也就在他们陈述自己的发现时 男警却突然申请加入群聊 有些奇怪的他上来就说杀害小美的人找到了 是个猥琐的私生犯 让阿阳跟小田不要再查下去了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说着便退出了群聊 一时间大家都感觉有些仓促 特别是跟他搭档的女警 而阿阳也没听话 并且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线索 因为他搜索时发现了一个男人 而男人所拿的手帕也是小美背包的品牌 一搜才知道 原来这个手帕正是那个背包的赠品 而两人发动态的时间也很接近 很明显那场聚会后小美认识的人 就是拿着手帕的男人 查到新线索的阿阳本想把消息告诉女警 可怜通视频才知道 怀疑男警的他正在悄悄地跟踪对方的路上 借着警察们身上的定位 他很快就找到了男警所在的位置 路上他看到了一块手表 可顺着手表的方向望去 一双男人的腿也突然出现在他的视野当中 显然男警已经遇害 可也就当阿阳陷入恐惧时 电脑上的通讯软件却接到了一通电话 等到阿阳强忍着表情接通之后 发现居然是已经死去的男警 もしもし 聞こえてますか 阿 沼田さんってもしかして 双子だったりしますか ゴミ屑